伯伯们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个猪腿来吃 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猪腿 大家都觉得很好吃 让我再做一下 我们今天换一种花样来做 这个其实只是半只 因为一只怕吃不完 但我怕一块一只都不够吃 哦这不是不是 吃错了 是半只都不够吃 刮刮吧 不刮的话有人说我太伤了 给它刮刮皮 给它洗一下 干净洗澡 黑的地方可以刮掉 哎呦这倒行 其实猪腿挺好吃的 其实做起来比较相对的时候麻烦一点 很多人就懒得做 皮 我怎么感觉这猪腿的皮很厚 很硬 还是我接的到不够快 加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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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沸腿 盖骨盖 沸腿捞出来 我们加点水 有熬的糖色 也学一些人家 好漂亮的猪脚 白糖 那猪脚再给洗一下 然后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洗得干干净净 Nah 喜欢看冷卷 等这个得还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tirar 打干干净 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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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 水滚了 用皮液去揭一下 加水就对了 花椒八角桂皮香腌 一点的干红辣椒 红红火火 一勺生抽 红烧酱油 这样可以上这的 盖起锅慢慢炖 在广播一来我又忘记放东西 现在才把酱放进去 炖了很久了 现在看怎么样 还可以哦 也是还可以 不知道味道如何 可以挑出来 盛出来吧 一锅黑黑的 我应该买一只 这半只也太少了 不够吃这么点 还可以 就是太少了 刚太少了 煮的太少了 我就啃这个骨头得了 剩下的留给他们吃 不过他们又说我吃太多了 长太胖了 吃了这个剩骨头给葛 不是这个葛也只能贴一贴